HELLO 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介紹一款遊戲呢 今天跟大家介紹一款遊戲呢 叫做叫我掌門 那我們就來看看吧 那我們進入之後呢 其實它 會有幾個選項 那我們選 開始遊戲就可以了 如果你要保存紀錄的話記得一定要註冊 一開始就會有個公告啦 那我們稍微看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進入啦 那像是這個是每日必做 就是說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在裡面 達成一些每天的任務啦 每天任務達成之後 我們就會有一些獎勵 那我練到13集 那13集之後的介面 就會長這個樣子 那這邊有一個比較特別的 叫做溫柔箱 在這邊我們可以 每天都可以免費招攬五個客人 招攬五個客人之後 我們可以利用它取得一些 道具齁 然後還有 然後我們點擊 比如說它想要賭博 我們就可以跟它玩遊戲 那這邊我們得到50分 我們就可以領取 這邊它想要住宿的話 必須要有空房才能住宿喔 點擊進去我們就可以獲得 硬幣 那以及繁榮度會加 加深 這點擊這個按鈕 我們可以看到A 它有一些說明這樣子 在這邊我們有個叫做液氣糖 那它其實是好友的系統 俠客圖鑑呢我們可以在這邊看到 不同的 不同等級的俠客 那在這邊有個任務 任務我們可以知道說 我們接下來進行任務之後 我們會得到什麼獎勵 紅俠這邊是我們的一些 特別的 特別的那個 俠客的那個突破 它會越變越強 比如說我要 這 建模獨孤 加龍兒加過兒 我們才可以得到一隻 玄鐵劍俠 俠客這邊的按鈕呢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目前的 目前的人物 我們可以在這邊做增強 或者是看它的 看它的裝備等等喔 這邊可以做裝備 那我們可以看到它的屬性 心法 裝備 然後左右護法 那以及說我們的一些 培養等等 那它必須要到一定等級才會開放 在這邊包裹部分其實就是我們 在路上取到 取得到 遊戲進行中 我們會取得道具跟裝備 在這邊都可以做出售或是使用喔 比如說它寶箱我們就可以使用 那陣型的部分 就是我們戰鬥的時候必須要去注意的地方啦 強化這邊我們可以強化我們每個道具 我們都可以幫它做升級 那當然是升級越高越好啦 寶石這邊的話 它有一個寶石系統齁 我們可以在這邊做 做加強 比如說 這個寶石 我們可以把它裝上去 裝上去之後會加入我們的 加上攻擊 那寶石也可以合成 寶石也可以做合成 等於是說我們的武器不只是說 它有不同的類型 那它還可以升級 那它還有寶石系統做強化 那系統這個選項呢 我們可以選擇 比如說綁定帳號啊 音樂等等 還有客服的一個 選項齁連結 那戰鬥的話我們就選 遊歷任務 那在這邊可以看到 這是目前的關卡 新的關卡 那我們也可以選擇之前的關卡 我們可以選擇掃蕩 我們可以一次選擇好幾次 它會重複的功 重複的打鬥 重複的戰鬥 我們可以得到很多不同的道具 那你看我這樣就可以 快速練功啦 那日常的話 其實是一個比較特別的 有特別的模式 每天都可以進入一些 不同的戰鬥 那戰鬥方式它是屬於自動戰鬥 等於是說我們的人物的安排啊 以及我們角色的等級 以及我們的裝備都是非常重要 它算是卡牌策略遊戲 好那戰鬥成功之後 我們就會得到獎勵啦 那如果要進行任務的話 我們就會 就是持續的進行 就點擊就可以了 那它還會在這邊表演戰鬥給我們看 那在這邊我們有很多個關卡可以選擇 那如果任務完成啊 其實我們就會得到這樣的獎勵喔 你看我們就可以領取獎勵 那對於喜歡這種卡牌冒險 卡牌策略遊戲的朋友啊 不妨可以來試試看 叫我掌門喔 叫我掌門 它是建立在很多武俠的武俠背景之下啦 所以喜歡 喜歡呢武俠背景啊 或者是說 或者是說這種卡牌策略的朋友 可以來試試看 今天就介紹到這邊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